程式碼 在我們的204裡面 這個程式碼裡面 那第一段這個就是我們SEQL 所以你要先建一個資料庫 那底下總共會有四個PHP 然後裡面的重點就是你可以 假設你新增一個檔案 存檔這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裡面其實就一個超連結 裡面的話就是 會員管理這個一個標題 然後連結的話連結列表 新增 修改或刪除 所以等一下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所以第一個當然如果你有 資料庫之後就買SEQL 第二部的話就是PHP 所以他們是分工的 有沒有 PHP的話藉由PHP它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網頁 然後來呈現 我們要的資料 那其實這個一般如果用什麼 那個MVC架構來 一般現在很流行 那個MVC的話 那這個M的話指的就是 實際上就是 就是資料 就是一個資料 MetaData 放哪裡 大部分就放在MySQL裡面 那V跟C的話基本上 就是由PHP去幫忙 V的話就是你看 V就是View 你看到什麼東西 一個介面 也許就秀出來 它這個超連結 然後C的話就Control 就控制也是由PHP去控制 那現在好像蠻缺這方面人才 像什麼ASP 最近ASP.NET 那個MVC部分 也有朋友在問我 有沒有這方面 就是人才可以介紹它的 如果有這方面專長 如果缺工作的話再來找我 幫你介紹好了 還蠻多這方面工作的 另外還有PHP的MVC 這方面也很缺人 那最好是可以 兩個都 兩個都會的話 那更好 那最好呢 你還會什麼 那個Java的那個 Servlet的MVC 因為現在最 最普遍的大概就這三種 PHP ASP X 有沒有你們看那個網頁 那個後面的網子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JSP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用 JSP 或者它另外一個叫Servlet Servlet 其實寫法跟寫Java差不多 那如果這三個你都 全部都寫過 而且都有開發的經驗的話 那應該是不得了 如果又有手機程式設計 開發的經驗的話 那這樣應該 應該就不會缺工作了 對不對 可能現在是缺時間的 應該每天就爆竿的吧 做不完的Case 好 那這個地方當然 可是你也不用把它想那麼複雜 你不要一直鑽 鑽進去鑽不出來 其實這些東西都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不同公司 然後它會有不同配合的資料庫 它會有不同的韓式庫 也有已經有幫你洗好的一些東西 那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針對不同的需求 去給它不同的東西 因為 如果一般的小中小企業 因為它一般也不太會去買微軟的Solution 然後花太多錢了 那所以PHP 對他們來說是比較OK的 那這部分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去了解 因為坊間 太多這方面的東西 甚至有時候 我建議YouTube上面不只我的影片 別人的影片你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那個YouTube上面 也蠻多一些論壇的 一些一些研討會的 我會看一下別人的東西 這樣國外的東西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建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那分別就是什麼 分別就是一個首頁 然後再來 第二個就是列表 列表其實就slate出來 新增的話就insert into 修改跟刪除就是update delete 大概就這樣子 那以後你們的 一般性的需求 大概這四種應該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們逐步來看 那做出來 上禮拜有一個大概的一個demo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列出來有沒有 所以他這邊會有個 Fone Size為5的 一個那個 一個結果 然後呢我要 跳到這邊 所以這邊有個超連結 點擊他 列表 那列表大概做什麼呢 按下去 按下去 一樣要連資料庫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就是怎樣 幫我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是 剛好有兩個會員他登錄了 然後呢 請你幫我把它列表列出來 這個東西已經在資料庫裡面了 有兩個會員 那你要怎麼樣從 買sego資料庫裡面 把這個表格 抓到畫面上 就是把m 變成什麼 變成v 中間有個c 對不對 所以他的關係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用很複雜 不要把它搞得很複雜 聽到mvc 就嚇死了 其實這沒什麼 他只是一個流程 彼此之間有個別的那個 就是 就是指掌 那當然如果mvc 如果用c sharp來寫 他的visual series 比較方便一點 就是他都有圖形化界面 幫助你在做很多程式撰寫上面 可以不寫到任何程式 自動幫你產生 那個東西的話 在php裡面 就沒辦法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稍微說明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怎麼做出來 就是 我們要把它查出來 那這個查出來 前面好像有做過類似 所以我們再來看重點 首先的話 從這邊來看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我發現這樣比對 把那個 做出來的東西 跟那個程式碼 一比對之下 有沒有 就很清楚了 首先第一個 需要一個table tableborder 等於1 這個框線 不過這些都是html的語法 請自行再去了解 那裡面的話 上面這個 從這邊到這邊 這個是它的 它的什麼 有些是用tr 有些是用th th有些時候 這個一般會用th比較多 th就是它header 它的標題 那你用tr 也可以 也就是說它上面的這一排 分別就是一個td 寬度多少 然後對齊方式 center 編號 然後一堆 一堆 所以一直到最後一個 地址 email 結束的話 就是結束tr 再來下面的東西 什麼出來的 就是要起一個php 所以從這個下面 這些東西呢 是屬於動態的 上面的東西 是屬於靜態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哪些是靜態的 哪些是動態的 不過php的缺點就是 它靜態跟動態夾雜 但是c-sharp好處就是 動態跟靜態是分開的 那分開的好處是 你就是寫動態就寫動態 靜態 不然的話你會搞不清楚 尤其是入門同學 所以我這邊特別跟各位提示一下 有興趣的話 我還蠻建議你們可以去玩玩 那個asp.net c-sharp的東西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要去 從mySQL裡面的 哪一個呢 這個 member資料庫 去抓它的data資料表 裡面的五個欄位 裡面有沒有資料 怎麼把它撈出來 你必須下一個SQL語法 slate所有的欄位 然後front哪一個呢 哪一個table呢 就是data那個table 所以流程的話 以後不用死背 反正都固定了嘛 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 一定是你的db 這個是一個db變數 主要是這一行 這個是第一個 connect 一行就搞定 mySQL底線connect 它這一個函數呢 就會自動幫我連線了 那你只要告訴它 你的server 你的那個server的名稱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是用localhost 如果你將來是用 比如說ip位置的話 那你就把它改成ip位置 或者是一個實體名稱等等的 那另外的話 帳號密碼給它 它就幫你做連線了 就這麼簡單 一行就連線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要去抓哪一個 哪一個那個資料庫 名稱的話就是member嘛 所以再來就是 你的query的一個方式 是要用哪一種 這個語系的 這邊預設我們用utf8 這個也是固定的 再來就是下一個sql語法 這個sql語法 就是剛剛講的 select 所有的front 這個db 然後呢 前後記得加這個 這用單引號 然後這邊也是用單引號 好 那就把這一個字串 丟給這個 然後它做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只是組字串 還沒查詢 真正查詢 是透過這一個 函數 叫MySQL Query 當然如果說 我講過啦 如果你對這個函數不熟的話 或者覺得很陌生 沒關係啦 請你把那個 有沒有 這個前面給過各位的 你就把這個函數 把它複製 貼過來 它就會有個說明檔 反正你就 裡面一定會有答案 在所有裡面 就會找到答案了 Enter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有了 只是差別就是說那個 它是簡體字的 裡面當然很多sample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寫的 其實倒還不錯啦 在完全沒有參考的情況下 是算還蠻好的 一個參考資料 要不然你可能就要去翻 MySQL相關書籍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SQL語法 去丟給MySQL 查詢 查詢完之後呢 它會return給你一個relaut 這個relaut的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呢 就是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一個虛擬的table 它裡面的話就是類似像 這個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把 這個東西 在 在哪裡 在記憶體 它是放在記憶體裡面的東西 這個relaut 它本來很抽象的東西 你怎麼把它具體化 變成下面這一塊 有沒有 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有五個欄位 你要把它畫出來 要接在下面 你不要接錯了 接錯的話 就亂七八糟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接的好 OK 那這個物件的話呢 你也不用死背 將來就是 一個蘿蔔和坑 一定要第一列 一定要先起一個 什麼 起一個TR 然後一個TD 兩個TD 三個 四個五個 有沒有 一直接 然後換下一列 那不就全部都下來了嗎 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底下會有什麼東西 這個盤數 是取得 怎麼呢 就是 my result裡面呢 到底有幾筆記錄 所以呢 反黃回來的話 這個應該會多少 會有個2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 跑幾次回圈 跑兩次回圈 所以for i 有沒有 等於1 到i 小於等於1 所以會跑1 1 2 3 3不能 3不跑 因為3就 就不等於了 OK 好 所以呢 就跳離回圈了 那他做什麼呢 第一個 去 myseco裡面呢 抓一個 他一定會先抓一個 抓一個之後的話呢 他會再抓下一個 再抓下一個 他是一個抓一個 一個抓了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要 主筆的把它抓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其實跟 myseco一搭配起來很方便 你會發現他其實就是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 四個 不是 這同一個了 四個 四個 五個 大概五個函數 就通通把 PHP跟myseco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了 如果沒有這幾個函數的話 那恐怕很麻煩 寫東西的話 就會 就像那個我 教VBA裡面有個 如果連SS資料不一樣 就會用ADO了 就不會用PHP了 因為如果用ADO 寫法跟這個幾乎 邏輯上幾乎快一模一樣 只是差別什麼 就是那個 語法不同而已 邏輯上一模一樣 一定是連結 那個 然後再來抓哪一個資料庫 語系不用 因為它裡面有 綠色 然後下一次一口語法 會把最後的結果做什麼處理 那我們分別抓一筆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是抓Name Name的話呢 它是在哪一個位置呢 Name的話呢 是在 特別注意 那個後面的數字指的是藍 第0的話是編號 第1 第2 第3 第4 所以0到4 然後呢 就分別怎麼樣 把它丟到 我們的前面這個變數 做什麼呢 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用Echo TR 有沒有講過TR 對不對 然後對齊方式 就配合上面一樣的 然後把 欸 這個地方 其實你也可以 不用I 你也可以用Raw 0也可以啦 因為裡面的話有一個編號 這個編號 我這邊是用那個 回圈的編號 所以它預設也是1 然後再把Name放進來 電話 地址 Email 結束一個TR 再換下一筆 下一筆的話呢 那就是再把什麼 再把那個2號 欸有沒有 就是 變2了 然後再把下一個抓抓抓抓 放進來 然後最後就結束了 就把 這一個MySQL close掉了 那就結束這個table 就 有沒有 回功能表列 OK完成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其實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再那個 用PHP抓MySQL 真的是非常簡單 那你也不用死倍啦 以後的話 就拿這個當範本 前面我們這個應該都已經講過了 那你可以拿它來試試看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阿波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們 新增功能沒有的話 請建議喔 最好自己手動在那個 你們的 PHPMyAdmin裡面 手動加個兩筆 因為你 不然你裡面 預設一定是空的吧 所以自己用 在PHPMyAdmin裡面 有個新增功能 你就新增隨便打個幾筆 因為PHPMyAdmin裡面 就會有可以手動新增的功能 你可以先 因為這邊我是自己打上去的 今天打個兩筆 那就才會有資料 不然你會 等一下你做完之後 你發現奇怪老師 為什麼你有資料 我沒有資料 這些資料 我想我不用給你啦 我也是亂打的 你就打個意思 有東西出來 OK